會擔心有什麼突發狀況嗎 我覺得我嘛 卡嘴就是我最近很容易 就是像比如說剛剛舉的例子嘛 工作室 我會講成工作司 我最近常常就是咬不清楚 所以在比如說一般 可能舞台劇的時候這樣 還勉強可以混過去 但是這樣這麼大型的典禮 我如果還在台上面工作室 就有點 會不會也是個效果這樣 也許吧 那時候就要麻煩你救場 是是是 我也是演到 我那天剛好在拍戲 然後在休息的片段 我去拿手機看到有很多很多訊息 我就 訊息也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其實就看不出來 然後我就趕快回播 然後就說你入圍了 那個當下其實真的是 腦筋是一片狂白 然後因為我知道消息的時候 已經開始在錄了 所以我也不能大叫 我就自己默默默的走到一個樓梯間 然後一次這樣 然後又默默默走回去繼續拍 就只能這樣子 小楊哥也有主持過金鐘 你會想要想像他騎士教嗎 我還沒想到那個層面 但他會好好教我嗎 沒有 我從來沒有跟他 討論過任何跟工作有關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越是 我覺得越是親的家人 越不會講吧 就是有一種 就像我也不會跟我爸 討論任何工作的事情 因為總覺得 比如說以我爸為例子好了 總覺得他就是會跟你講一些道理 但是那些道理不一定 要實用 所以小楊哥知道你要主持飽過這種狀況嗎 他應該知道 因為我剛剛說 我爸有發兩百多個那個LINE群組 就各種什麼會啊 同學會啊 什麼的 就是全 感覺全台灣認識他的人 或是全世界認識他的人 應該都知道這件事情 幫他過去講是不是 他就是一個很樂於分享的一個地方 這麼簡單來說 就是這樣 好